接下來這位專家是大家非常喜歡的園藝達人 有幾個園藝問題要請他來幫忙解答 有位朋友就問了 聽長廳花哥介紹這個激憤激憤 裡面含這個零、假、蛋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呢? 花哥可以幫忙回答一下嗎? 那我們趕快幫他請出園藝達人 花哥 花哥你好 早安 利亞好 早 各位聽眾早 我們一般喜歡做園藝的朋友 或者聽花哥常常在電台上的節目 或園藝班的節目都常常講 我們最常用的有機肥料就是雞糞和牛糞 那這番聽眾問的問題非常好 因為我發現好像很久沒有接受到這樣的問題 順便接著就會提醒大家 雞糞跟牛糞 尤其是雞糞含蛋糞 蛋糞很多 但雞糞比牛糞好 就是說它的零糞、假糞也有 那當然賣雞糞的雞糞的廠牌有很多種 有的混了沙土 有的混了一些這個 所以比例有點不一樣 那我可以說跟大家稍微參考比較一下 就是說蛋糞甲的比例可能是蛋糞大概 例如說1.1 零糞是0.8 甲糞是0.5 稍微少一點 0.5 所以就是說用雞糞的話你種果樹 蛋糞甲都有 那當然是有些特殊的果樹有沒有 要結果果粉大石 那當然還會 花歌堂鼓勵大家追加一點含零比較多的肥料 但是雞糞本身就是都含有蛋糞甲 只是說蛋糞比較多 那蛋糞多是吃葉子或者是樹葉需要蛋糞 那零糞跟甲糞跟金方面的話 零糞甲糞多一點 那會幫助 所以我一直鼓勵大家 除了雞糞以外 再追加一點 其他含零含甲的肥料多一點的話 你的果樹會長得好 那如果是種蔬菜的話 通常雞糞夠了 甚至牛糞都已經可以了 那所以聽懂朋友 這樣聽到應該聽懂了 雞糞 牛糞 吃葉子的素材都很適合 那果樹的話再追加一點 含零含甲的 會要多一點 譬如骨粉零骨粉 海藻精等等 好的 我發現聽花歌節目的朋友 都會提出非常專業的問題有沒有 是的 是不是